嗨,大家好,我是Ryan 最近武漢肺炎不是傳得很嚴重 然後27號到31號那段時間 剛好就是已經已經有去了泰國 快閃一段時間是泰國,不是中國 然後就是我在這段期間的時候 我們公司也覺得有要關注這個 結果調查大家有沒有感冒發燒或是出國怎麼樣 那剛好就是只有我一個人出了國,去了泰國 然後就剛好他們開會的時候 就把我去泰國這件事講出來 所以就全公司都知道我去了泰國 然後我回來之後呢,就是會去各部門走 那全部的人都會有稍微跟我開玩笑一下 其實我是覺得還是OK啦 但是就是有幾位比較大的人說又沒關係 但是有幾位可能家裡有小朋友什麼 我就說你稍微離我遠一點 我就在想說,嘿,我是去了泰國 不是中國 但是其實還好 然後後來我回去的時候,辦公室之後 我們走進去就從他要的辦公室走出來看到我 他就嚇到說,欸,你怎麼回來了 我就跟他說,我還有半天的班啊 我又不是下個禮拜那個 2月1號2月3號才會回來上班 我又回來上半天班 然後我就對他這樣 然後他就走過來跟我說,啊,因為是從外國推啦 那就請你要戴好14天的口罩 我就跟他說,OK 我本來自己就有打算要戴 因為要在出國之前,我就想說 那出去就是把口罩買好 所以那個時候27號早上的時候 我自己是會買到幾盒口罩這樣子 然後就是家裡的人用 然後我自己也有帶一些出去這樣子 所以我是自己有要把房屋做好 所以我回來也就打算就是上班的時候就帶著 而且我還沒有跟他說 在接下來這一個月 我還會在亞洲各個地方飛來飛去 但是沒有要去中國啦 所以我...而且他還跟我說 你吃飯的時候也要把口罩戴著 我就很想跟他說 是在喊了 我又不是從中國回來 反正就是這樣啦 但是其實這次去泰國快閃27號去 然後30號我從那邊飛回來 然後又轉機到馬尼拉去 我在泰國要搭機場捷運的時候 因為我說他那個機場捷運 外國人我都是用投幣那個 去買那個機場捷運的票 然後因為我就在那邊一直投零錢 一直沒有過 不過那台機器有一段時間 然後我投完拿完票之後 我就轉身要去票口 那票口上面不是都會有他們的售票處 我就看到售票處那邊有一個清潔人員 馬上就走出來 我就想說是真的要來消毒我那台機器嗎 然後我就繞過去 他們就進去嘛 我就上手不踢 我就這樣看 真的在消毒我那台機器 所以最近台灣人出去 可能真的是蠻容易會被 誤認為中國人的 這樣子 就大家 不過就是這樣出去回來 就是多少還是會有擔心 真的不小心真的怎麼樣 可能傳染給別人的話 會有一點內疚感 但是我又不是去中國 就會讓人家覺得好像最近是不是去旅行 好像是一種犯罪的感覺 難道旅行是一種罪嗎 在最近這個時間 反正現在就是有一種衝突感 就這樣 掰掰 我們下一個 都不會 我看見 我們下一個